小花从一汽丰田得到消息 全新一代皇冠路放已经正式上市 此次丰田共计推出了八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为27.78万至35.28万元 新车在整个外观和内饰上并没有做太多的调整 但是动力上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调整后的皇冠路放能给汉兰达带来怎样的冲击 我们拭目以待 前面也介绍了 这款车的外观并没有做太多的调整 冲击量就是细节上的改变 相比较汉兰达而言 这款车在整个气场的营造上要更加直接 而且运动元素也更加丰富 毕竟它是基于运动版汉兰达打造而来 调整后的前脸依旧非常规整 传统的六边形中网变得更加细长 也算是多了几分灵动性 中网内部依旧是蜂窝网状的熏黑设计 加上镜面式的皇冠logo 使得它的辨识度得到了延伸 大灯方面也升级成了三眼式的LED灯组 首次增加了魅兰元素 点亮后的效果就十分犀利了 另外整个前包围也设计有明显的弧度 就连内部的组成也采用了相同的元素 整个的质感表现绝对堪称完美 作为一款大中型SUV车型 尺寸上自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 据悉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15毫米 乘以1930毫米 乘以1750毫米 轴距达到了2850毫米 整个侧面依旧能够勾勒出了不错的肌肉感和力量感 特别是车窗线和轮煤都经过了熏黑处理 搭配上双五幅式的轮毂 对整个力量感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同样的风格也延续了到车的尾部 为了能更高地凸显出它的肌肉感 新车配备了扰流板 就连尾灯的设计也都变得更加狭长细利 整个后包围对车身也起到了包裹性的作用 排气依旧是单排的双出造型 关于内饰我们就一点也不陌生了 除了方向盘上的logo采用了皇冠的设计翼以外 其余的地方完全一致 显示区依旧是液晶仪表盘和悬浮式中控屏 整个档杆仍旧采用了机械式的设计 如果单从科技感的角度上出发 它的表现则并不能让人满意 品质方面 新皇冠路放仍旧做了升级 比如在用料和质感上 已经超越了广汽版汉兰达 当然了 在功能性的配置上 与新车汉兰达也保持了同步 上面也提到过 新车在动力上发生了微调 其中取消了2.0升HEV两驱精英版本 另外2.5升油电混动车型的动力 是有小幅度下调的 关于价格 大概率会与现款的汉兰达保持一致 但具体还是要等到上市 会才会知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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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